欢迎来到华视最国际的节目现场 乌俄战争持续延烧 我们今天要从日本的观点来看乌俄战争 不要忘记日本也是在制裁这一波行列里面 最近还加码制裁了俄罗斯的 普丁的私人银行家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注意到 因为这番制裁最近我们发现 俄罗斯的军舰也出现在了 日本的北海道海域 这是在反制裁吗 那另外更不要忘记在日本跟俄罗斯之间 在北方四岛之边还有很多的争议 最近的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讲话也越来越硬了 这跟整个乌俄还有国际的氛围有关系吗 今天很高兴我们在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的是 福人大学日文系何思胜教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我们做解析 老师你好 丽玲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那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从日本的观点来看 乌俄战争的相关问题 首先就是说因为这个乌俄战火一直在延烧 就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 日本北边的这个北方四岛 包括就是国后岛 泽桌岛 瑟丹岛等等 这边实际上是由俄罗斯所控制的 但是最近岸田文雄就讲话满硬 就是说这边是我们的固有领土 跟之前安倍讲说拥有主权的岛屿 这个氛围已经不一样 所以首先想请教何老师 这个岸田文雄的态度 跟最近的这个乌俄战事下 就是让岸田文雄态度更强硬了吗 有关系吗 当然如果从他的用语上来看 他在北方四岛问题 刚刚你讲的四个岛屿 日本把他称之为叫做 北方领土 那这也是这个二战结束之后 一直到今天 日本跟俄罗斯 这个不能够这个签订 二战结束的和平条约 最主要的一个癥结 那日本的外相 事实上在三月八号 在这个这个这件事情之后 他还追加了 他他就这个讲 俄国在这个北方四岛 他叫做这个非法占领 呼呼善流 那这个就讲得更直白 那直接打脸这个这个俄罗斯 我觉得这个岸田 当然升高了 他跟这个俄国之间 未来在谈判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那也会为未来的一个谈判 制造一些障碍 好 我们待会也会再继续来看 这个北方四岛的唯妙之处 那这一次在这个乌俄的战争里面 其实日本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态度 也很有趣 一开始呢 似乎没有表现的那么的明显 但后来后来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他其实呢 最近呢 有一些制裁动作也不断 包括呢 一样的跟G7来取消 对俄国的罪惠国待遇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呢 从三月十八号开始 要禁止对俄国出口高科技产品 包括了三十一种产品 二十六种软体 半导体通信设备雷达等等 然后呢 另外三月十四号这边呢 也已经公布说呢 要来这个停止出口机械产品到俄罗斯 那么因为俄罗斯大部分的这些工具机 都是仰赖进口 在八成都是仰赖进口 那么我们是请老师来跟我们分析 就是说日本对于乌俄战争的态度 从一开始 就是说这个制裁的态度 前后的一些微妙的改变 事实上岸田 他这个刚开始当这个美国 跟这个欧盟 他们又 他们表态要这个外交制裁 俄罗斯的时候 那岸田还是保持一种这种这种战术上的模糊 战术上模糊 因为他当时他这个不把话讲死 不过就是说这个 当这个俄乌冲突成为事实的时候 这一次这个岸田 大概也蛮果决的 甚至于是比这个二零一四年 如果我们对照二零一四年克里米亚 那个时候的 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 那时候日本虽然也有参与所谓的一个制裁 不过那时候的制裁 基本上他是局部性的 他只针对克里米亚这个地区 他所他所制造的这些这个商品 当然这也是因为当时安倍 实际上安倍是个人跟这个俄国 有很好很好的一个交情 他是跟普丁在西方所有国家里面 大概跟普丁私交非常非常好的 安倍跟普丁私交非常非常好 可以从就是安倍曾经 就是对于这个爱狗的普丁 还送了一只秋田犬给他的故事说起 对啊在二零一六年这个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台日关系很好 当时这个在蔡总统这个竞选的时候 那日本这个安倍所向 这个为了要表达跟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这样一个友好 他还特别这个邀请这个已经笃定 大概会当选的这个蔡总统 这个到这个他的家乡山口 这山口这个这个地方 他经常邀一种跟他有特殊的 这种情谊的这种国家首脑 到那里去 那我在外交里面 我会打一个比喻 就很像美国有时候会 会邀这种巴迪巴迪的到那个大卫营 那所以就说他邀普丁你看他是邀到三口 那不过那个时候这个 他就送了一条秋田给这个爱狗的普丁 事实上这是第二条 第一条是这个在三一地震完之后 日本为了要答谢这个俄罗斯 当时对他的一个帮忙 所以当时的这个这个民主党政府 就给了一条这个秋田叫做油妹 但是一条的话不会生 不会生小狗 所以当时这个安倍就补上了另外让他配对 那那那不过那个时候普丁事实上 你看他在外交 他虽然这个表达的这个跟你的这样的友好 那我们之间似乎巴迪巴迪 可是他也给安倍这个吃了牌头 他迟到了两个半小时 有关于这个安倍呢 他个人跟普丁的私交很好 所以呢 就是说在这样的这个情谊之下 现在也有人说 那是不是说安倍也能出来当一个调停人呢 那另外其实还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也曾经听老师讲过 就是当时我们刚才讲到说 就是安倍送了普丁呢 他非常喜欢 他是个爱狗人 送了他一只秋田犬 但是他们彼此现在对话 也非常的这个锋利 我们现在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 像这两个 我们在台语讲 善变变变 他们真的是外交疾风 这个高手过招 在2014年这个 当时安倍这个到俄罗斯去访问的时候 普丁就带着那一条 这个那时候三一地震完之后 日本送给他的那一条 然后安倍就摸摸那个油 然后跟这个普丁讲 这是一条好狗 那普丁冷冷地回了他一句 这好狗也是会咬人的 那所以这个 这个这里面就看到 日俄的友好的背后 事实上他们还是有一点点 但还是有很明显的 不止一点点 就是双方之间事实上 在安全上面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矛盾 但安倍他个人是比较有把握 就刚刚你讲的事实上前两周他也在讲 他说这个乌尔冲突 我早就预料到了 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 因为他认为他很了解这个普丁 他跟普丁是八滴八滴 这个就只差没有约他去卡拉OK唱 这个你是我的兄弟而已 所以安倍有可能出来成为一个调人吗 您觉得呢 当然如果要当调人的话 那必须要美国也愿意 然后G7里面 当然也要赋予他这样一个角色 那更重要的那他当然是日本的这个前首相 可是前首相毕竟不是首相 他只是一个众议院议员 那当然这个叫岸田 如果真的要的话 那岸田大概需要给他一个头衔 就赋予他特使的一个身份 但安倍我认为他真的很厉害 他真的是一个外交的高手 你看他讲话很硬 对不对 他也是一个很 他也是一个这个日本保守派 中的这种保守派 可是他在这样的一个自己的 这种意识形态底下他是却可以态度很柔软的 跟他这种不同意见的能够交朋友 能够讲话 甚至于跟他建立起一种这种还不错的一种关系 大概在日本的这个这个战后的这个首相里面 我认为这个他大概这个如果要排名的话 他应该可以排在非常非常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名词 他是一个真的很会办外交的首相 就是一个善于就是运用跟这个私人的关系 然后来处理一些更棘手的问题这样子 我们再看来看一下 那个北方四岛那一张 因为呢这两天还出现一个新闻 就是说在日本这一波制裁俄罗斯 连俄罗斯的这个银行家 还有要汇钱 过去这个从日本这边再汇回俄罗斯等等 这些都是有遭受到相关的资产的冻结 那今天就有个新闻出来说 俄罗斯的军舰赫然的出现在呢 这个北边北海道的领域 有人就说这是俄罗斯对于日本制裁的一种反制裁吗 在他这个整个黑海地区 这情势这个升高之后 俄国似乎这个也态度这个比较清楚的 就是说他在远东这一块 事实上我觉得俄国未来 他是不是会重返这样的一个这个过去冷战时期 他作为一个战略这个重心的这样的一个远东地区 这当然值得我们这个来观察 那之后我们最后再来看一张 就是我们看的是日本媒体 日本媒体其实我们看一下日经中文网 提到说这次普丁是失算了 那么经济危机现在正逼近俄罗斯 朝日新闻还特别提出了俄国 一位知识分子 繁体制知识分子的守闸说 上面写普丁杀了俄罗斯 还有看到独外新闻有这个特别强调说 连续失算的俄罗斯 所以老师您怎么样看普丁这一次的 像这个日本媒体所说的连续失算吗 从目前看起来 似乎他这个低估了这个乌克兰 这个不管是政府或人民 他抵抗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因为本来这个俄罗斯 他认为这场战争 应该是a piece of cake 就是说这个这个应该是吹枯拉朽 普丁虽然是强人 可是普丁还是要面对这个俄国的这个民众 因为俄国还是有选举的 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是说这个普丁 他必须要跟这个时间这个赛跑之外 他还必须要有智慧 什么时候应该要放下 什么时候应该要妥协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辅大日文系何思胜老师 我们从日本的观点来观察 这个日俄战争 那现在乌俄的战争也陷入胶着 会不会呢就是在东边这边的海域 就是在俄罗斯东边的出海口这边 会有什么样的紧张的事态 或者是跟日本这边的关系 跟中国这边的关系 会有什么样的微妙变化 都是接下来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跟重点 非常谢谢何思胜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也谢谢您的收看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频道